大家午安 我是秦燕營 歡迎來到全球大量化 今天同樣要邀請我們最棒的來賓 郭正亮老師 大平安 一開始還是要先提醒一下各位朋友 等等我們這個節目結束的時間 大概是1點半左右 麻煩您再多留一下下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在我們等一下下午的2點15分開始 我們即將新聞大白話會在YT上面直播 歡迎大家在聊天室裡面跟我們持續的對話 我們都會看聊天室您的留言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我們可以幫大家及時來回應 不過回過頭來 在今天的這個國際事件 老師今天這個禮拜其實也滿 有種被忽然增加新聞量的感覺 原因是因為本來以為 因為這個星期就是聯合國大會 那本來以為說王毅不去聯合國大會 確實也在中國的時候有看到 中方這邊主動釋出訊息說 他即將要到俄羅斯這邊來一趟 看他們這個戰略安全會議 但是就在去俄羅斯之前 萬萬沒想到 原來他是先去了馬爾他跟蘇利文會面 但現在這個大陸這邊有滿多專家 他們是抽絲剝繭的來看 這個大陸這一邊的外交部他們的發言 他就講到說裡面這裡行間充滿著表達不滿 好比如說啦很明確的點出台灣問題 是中美關係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 然後必須要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落實不支持台獨承諾等等 還說啦說呢這一些遵然遵循必然的歷史邏輯 是阻擋不了中方的發展強大的內生動力 其實這裡面大家就開始在想 為什麼第一這個時間點 兩方要飛到中間點 馬爾他這邊來會談 那您的判斷是這個時間點 對後續是不是真的 這個APEC拜習會會比較有機會 你怎麼看 沒有外交部新聞稿就只有 只有四段話 只有四段話 那您講的台灣是第二段 對 那內生的發展權力是第三段 是 那最重要是第四段 第四段你剛好沒有念到 第四段說 也對亞太區域的形式 烏克蘭還有朝鮮半島做了討論 因為見面12個小時 兩天 那台灣是老議題啊 對不對 他們一定會就台灣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 那中方一定會舉證來指控美國 一定是這樣 那我覺得更迫切的是最近 就是中美在軍事上 還有這個俄羅斯都發生了一些狀況 我先講前面 前面當然第一個就是黃海演習 黃海演習就是美國說要去人川以西的黃海 然後在那邊做什麼 一萬人的演習 美 加 韓 三國 對 那那個 結果這個一萬人的演習 然後號稱是這個人川登陸73週年 那黃海就在中國的家門口 距離北京只有300公里 那北京怎麼可能吞得下去 這個前一次的演習大概也在黃海 那那個時候北京並沒有這樣的軍事的潛力嘛 那那個時候當然也是口頭譴責啊 可是這一次就不會只有口頭了嘛 所以中國大陸就做了一些動作 包括美加海演習之前 他就在黃海渤海做時代演習 然後就在你那個期間 他就在你的下面做演習 就是他如果地圖上面來看的話 黃海他在這邊演習 他是這邊包起來的 對 對 對 簡單講就是 你如果一不小心 我就把你給包餃子了啦 那美國看到的真的是有點吃驚嘛 所以後來整個演習的規模 大幅縮減到3000人 然後本來有那個直升機起降的演習 那F35B 後來整個F35B 後來大概五個小時就全部結束了 那就挪到這個朝鮮半島的東邊 這個事情實際上是有歷史意義的 因為以前中國大陸從來沒有這樣出手 所以這個我們做國際政治人 就會把它理解成是 對於自己的敏感地盤的畫紅線 這個就跟前一陣子我們講到那個 他到南海做近海偵查嘛 抵近偵查 然後不是被中國趕走嗎 然後他也在台海那邊有個軍艦被趕走 那個都叫做畫紅線 那美國等於就是最近陸續被畫紅線嘛 你如果從長一點的時間來看 包括南海底進偵查被你畫紅線 台海被你畫紅線 然後現在黃海你也畫紅線對不對 而且中國大陸的憤怒還不只這樣 他還延伸到從這個巴士海峽 那當然也包括台灣的西南領空海域 我們台灣就說從前天開始 68架次 昨天103架次 今天55架次 連續這樣 然後21艘軍艦 包括山東航母 然後艦指關倒 從巴士海峽出去就關倒 那還能來了兩架運油20 運油20是空中加油機耶 那肯定跟台灣沒有關係 就是到台灣不需要加油嘛 不需要嘛 對嘛 那你加了油 那攻擊半徑大概就大概關倒了嘛 因為空對地的導彈就射得到了 那這個也是有一個意義 因為通常對關倒的威懾 他在佩洛西來台去年的8月4號 他是用導彈威懾 對 他不是畫了六個區嗎 是 然後台灣的東部沿海 的導彈試射就是威懾關倒 美軍嘛 如果來馳援的話 我這次是用海空軍直接威懾 我這次是到你家門口了 對對對 我上次只是說送個禮物過去 這次是人都到了 對 上次是說你如果進來我就打啦 那這次我直接到你家門口啦 所以你說美國怎麼會沒有感覺 當然有感覺 所以美國第一個就感覺到 欸現在是怎麼回事啊 我們要溝通一下吧 那他又找不到李尚福 所以 因為沒有辦法啊 他不能讓布林肯來談這個事啊 一定是國家安全顧問 這個應該是國防部長去溝通嘛 可是見不到嘛 所以蘇利文知道自己出面了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其實也蠻急迫的啦 就是金正恩訪問俄羅斯 那他們雖然沒有公佈任何正式的協議 可是普遍大家都認為他們有交易啦 就是北航會提供傳統炮彈 是 那這個就會改變了俄乌戰爭的平衡 因為俄乌戰爭已經到了 炮彈普遍不夠用的情況 比如說烏克蘭 烏克蘭他說他做反攻 平均一天射6000枚炮彈 然後他說不夠啦 我一天至少要射到1萬 那現在俄羅斯不知道從北韓那邊 可以遠遠不覺得拿到多少炮彈 因為北韓的那是海量 北韓的炮彈我舉個例子 你就知道它的量有多大 它大概有100家兵工廠 那一家兵工廠的從業員工是1萬人 勞動力好夠啊 而且都是軍事工廠 專業的軍事工廠 對因為它就是一個以軍立國的國家 它經濟是第二的 以軍立國啦你知道吧 所以它手上的傳統炮彈 一般估計是好幾千萬 好幾千萬 台灣這個年輕人講的就是炮彈富翁 這個是歷史造成的 因為1953年韓戰停火之後 一直沒有真正結束嘛 是 所以等於是1953到現在70年 它跟南韓都在進行軍備競賽 所以它從來沒有停過 就一直製造一直製造 就是這樣 全世界傳統炮彈最多國家就是 南北韓跟中國 所以這個當然構成了一個變數 那美國很著急啊 所以它要知道中國的態度 因為中國基本上這個議題 跟俄羅斯或者是朝鮮不太一致啦 第一個中國大陸是希望俄羅戰爭 趕快和談嘛 對 那北韓這個動作完全不是啊 我是助理一把 助理一倍之力啊 那讓俄羅斯更能夠衝容的打這個戰爭 然後另外一個 俄羅斯要回饋什麼 那大家聯想到的當然就是各種軍備的升級嘛 對啊 那其中搞不好會包括核彈啊 因為昨天也傳出一個不尋常的消息 說北韓要在海底核四 前一陣子才剛剛核潛艦才出來 現在又要核四了 對 聽了我頭皮都發嘛 所以你想一想 美國會不會緊張當然緊張啊 我認為喔 這個出發點是這些事件 就是讓蘇立文覺得 有一些軍事事件在升溫啊 然後都溢於 溢於目前的狀況 比如說中國大陸不讓你進黃海 那我執攻你關島 這以前都沒有發生啊 對不對 那北韓現在去加碼俄羅斯 那到底俄羅斯戰爭會變成怎樣 所以美國就急著要跟中國談一談 說到底你的意圖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 可是既然見面了嘛 馬爾他很遠耶 距離中國大概7000多公里 距離美國大概8000多公里 很遠的 所以就順便談了很多事嘛 這個台灣問題還是拿出來談一談啊 因為台灣最近也出現一些事情 比如說 那個 我們的作戰部隊到美國 做演訓 對 要提升到迎擊嘛 是 對不對 然後 國防部公佈了國防報告書嘛 對不對 那擺明了就是 眾生防衛嘛 就是不對稱作戰嘛 那 中國當然認為這背後都是美國嘛 所以就要重申他們台灣立場 那 你講的那個 我的發展權力那講的就是科技戰 科技戰 那當然針對的就是華為啦 所以我覺得 你也不能夠說從這裡就 咬指這個11月Apple郵拜習會 也不是這樣 他幾乎全談了 對可是這個就是把問題掀開 問題掀開不表示有共識 因為他後來的用語是 坦率的對話 對 坦率的對話就是 就是 大家都亮牌吧 就你這樣是什麼意思 那大概就是講牌了 就直接吵起來了 那大家都講真話嘛 那 所以你說後續是不是表示 拜習會就確定 我認為也不一定 這個還要看幾個指標啦 比如說 這個美國共和黨的國會 所以磨刀霍霍要制裁華為跟中心啊 是啊 那要看商務部怎麼回應啊 因為他們寫信給商務部嘛 所以接下來就要看商務部怎麼回應 舉例啦 我只是隨便舉例啦 我覺得大概有幾關一定要過的啦 還有譬如說 香港特首李交叉你不讓去是不是 這個也是 這個你也要處理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還沒有必然啊 嗯 可是呢 因為整個氛圍是朝向要見 為什麼呢 因為 很不容易APPEC輪到美國主辦 那如果 美國主辦的一個亞太金額會 你習近平不來 那亞太金額會最重要的就美國跟中國嘛 那不是就是釜底抽薪嗎 嗯 白完了嗎 對不對 那G20你不去那是得罪印度啊 你這是得罪美國啊 嗯 所以你要不要給他這個面子 那 我覺得中國大陸大概沒有想說 要做到這個程度啦 啊 可是他對美國的不滿也是很明顯 嗯 所以我其實去我也不一定要跟你高峰會啊 啊 去了不見也很尷尬耶 不啊 那個叫集體見面 集體見面是 還有個別國家會有演講啊 各別國家會 可是我不會跟你場編會啊 嗯哼 我覺得到現在還沒有到那個程度啦 可是啊 為什麼我說看起來是要 因為韓正去了聯合國大會 對這兩個連在一起 你怎麼樣來看 因為韓正這一次以前沒有過這樣嘛 以前就是啊 中國國家主席或者呢 是這個 呃這個王毅啊 他直接到了聯合國大會這邊來 那當然先前布林肯其實也邀請他嘛 一個多月前就邀請他 一直沒有回應 那後來發現欸是韓正來 韓正是副主席 那但問題是呢 欸他這一次跟布林肯見面 雙方也是談的蠻直接的 其實很少這樣 對因為雙方也是 是陣仗有 是陣仗排出來的 不是隨便談談的 對 不是隨便談的 對所以你怎麼 你怎麼看 沒有這表示美國很急嘛 嗯 那中方也願意跟你談嘛 因為這個沒有人這樣的啦 通常都是王毅來 那就五對五嘛 對不對 那 如果是王毅來 那蘇利文肯定就在美國見王毅啦 對啊 那可是王毅就是不願意來嘛 嗯 事實上美國早就邀請王毅了嘛 對啊 他就是不要來嘛 嗯 那可是聯合國大會 你中方不能沒有人去啊 是 那結果韓正就去了嘛 嗯 那 重點是拜登在聯合國的演講啊 那個28分鐘的演講 他又強調了 中美要合作 嗯 然後 習近平居然沒有去啦 可是給了一個電文嘛 那上面還扯到飛虎隊對不對 那是給飛虎隊復興 對啊 回飛虎 回飛虎隊說要遵循飛虎隊的精神 希望中美能夠持續共好之類的 是啊 對 他就提起曾經恩愛過的那段故事啊 哈哈哈 我們曾經有過美好的回憶 是啊 奈何現在你為什麼這樣對我 你如果不是朝向修好 你引用這種故事幹嘛 你引韓戰不就好了 韓戰就是我雖然窮 我還是敢對抗你啊 喔對齁 中美有很多故事耶 是 是啊 有好的有壞的 嗯 如果我要跟你交手 我不服氣 我就舉韓戰的例子不就好了 對不對 事實上有一陣子就是這樣啊 長白色戰役啊 那個 紀錄片喔 那個長青福啊 拍電影 還特別流傳了一陣子 是是是 中國大陸要引用什麼來引導氛圍 他各種資料都有啊 那為什麼要引用飛虎隊 而不去引用長青福 嗯 這個就是一種外交的訊息啦 就是說其實我們 我們還是可以像以前那樣吧 就是沒有必要這樣對抗吧 嗯 大概就這個意思啦 那韓正在跟這個布林肯會談的 那個現場調子也是這樣 所以你這樣看嘛 從王毅見蘇利文 然後到韓正見布林肯 對 然後到拜登聯合國的演講 對 到習近平的電文 嗯 整個方向都是朝向 說我們該 緩和一下吧 整個基調都是這樣 嗯哼 所以我認為喔 拜登大概是逐漸想通了啦 除非他的腦袋不能指揮手腳啦 因為他常常有這種狀況 我覺得他腦袋大概想通了就是說 就是說喔 明年就要選舉 那很多議題不跟中國談是不行的 他沒有辦法處理啦 比如說芬太尼 芬太尼反毒你一定要中國合作啊 氣候改革 你沒有中國不行啊 那甚至包括俄武戰爭如何停火啊 那還有你美國經濟要逐漸不要有不確定性 我覺得他大概慢慢想通了就是說 我幹嘛瞎 這呆呆的跟共和黨一起來對抗中國 共和黨是在野黨啊 他本來就該反中啊 嗯 我再怎麼反中也反不過共和黨啊 因為共和黨不用負責任嘛 我要收拾善後耶 可是我如果跟中國有任何的合作 得分的也都是我接收啊 因為我是執政黨啊 比如說舉例 舉例 比如說芬太尼可能可以得到一定的節制 對 或者是比如說舉例 中國立刻就開始 讓你的波音737進來 這當然做得到啊 中國可以跟你買一點大豆啊 之類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這個 要緩和局面事實上他要得分是 立即而可以預期的啦 那當然重點是中國一定會跟你要東西嘛 他就覺得你搞我搞多久啦 你馬上差不多耶 你要調整一下吧 比如說你制裁人家700多家企業 那上一 上個禮拜不是Romento大筆一揮就揮掉27家 嗯 那再揮掉200家吧 之類的 這個美國也立即做得到啊 因為並不是每家都很重要啊 而且是調查中啊 都強調是調查中 只是還沒有調查結束 就可以直接化掉啦 這個對他來講太容易了啦 嗯 那調查中人家就不敢跟你做生意了 嗯 是 那還有貿易戰啊 對 關稅你要不要減 嗯 關稅減事實上就是 對美國的中下階層是利多嘛 因為東西會變便宜嘛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中下階層在叫啊 生活不好啊 通貨膨脹那麼嚴重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坦白講現在中美經濟各有問題啦 對 那貿易戰減稅 這個利多是最快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認為拜登大概在思考這種問題了 嗯 那另外一個就是 也發現中國這塊骨頭不好啃啦 咬不下去 咬不下去啦 比如說台灣 嗯 他就擺個陣給你看嘛 來了103架飛機 我們台灣飛機怎麼辦啊 所以我聽說那一天是 台灣的空軍是全天從早忙到晚 忙炸了真的是炸到 不因為你就是沒有辦法嘛 來那麼多架你怎麼辦嘛 對就是 但其實呢 老師剛剛有特別提到 就是拜登他現在 基本上他自己內部有蠻多啊 包括他即將明年要進入他整個 完整的選舉年 所以他就會有很多事情得要處理 嗯 包括什麼包括最新 這個星期正在進行當中 就是他們的汽車工會是 罷工的狀態嗎 好因為他們希望能夠掌心四成 但現在雙方勞資只談到說 資方這邊願意掌兩成 那就是持續的在進行 有可能會繼續延燒下去 這把火欸必須要好好的來 來處理一下 另一件事情呢 則是通膨油價這些的問題 因為油價又在省上來了 那有可能 九十二了 對 快破百了 又要到百了 好不容易把它壓下去 然後怎麼又回來了 所以俄羅斯最近又笑咪咪了 感覺是很窘迫的感覺 那再加上十月一到之後 政府又要面臨關門的危機 那到底是不是這些問題他能夠度過 因為現在百分之六十多的人都認為說呢 對他的經濟政策是不滿的 所以這個東西就必須他要解決 好 好 好